大家好,我是陳國平副教授 我在單獨身樓君處做顧客手術的專科 我本身已經拍了這個冠狀病毒的疫苗症 我怕這個症的原因是因為我要保護自己 還有保護我的輕人 我的兒子、我的母親和我的老母 因為我做這件事不知在時的居住有冠狀病毒的病人 拍了這個症,讓我更放心去做我這件老公的症 最準,拍這個症是完全自管的 但是,你若是拍了,你就得到這個冠狀病毒的機會就比較淺 減少很多 若是越來越多新加坡人拍這個症 這個病毒來新加坡全開的機會就比較淺 但是,新加坡較近的症狀 我人叫做群體免疫 只看一看一看去 36歲的人,新加坡人 隆重可以去做這個症狀 又是完全便利的 很多老人有3症狀 血症狀 掌固醇狀 又有症狀 若是你有這種病 便利的病 是完全安全 拍這個症狀 體會你是有懷疑 又是有嚴重的有民感 又是如今來拍電療或化療 你跟沒有學生做這種症狀 有人說,真怕拍了有副作用 別怕,因為沒有什麼副作用 若是有副作用 若是有副作用 也是很少看 比如說 擔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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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給我學生 擔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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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日就沒去 別擔心 若是你收到政府會不會叫你去拍這個疫苗 你可以去網絡網絡 或是你出來所在的聯絡索 去Book Appointment 拍這個疫苗 我已經拍這個疫苗了 另外一個就是你